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腳步再放慢一些 我應該學會拒絕 當你忽然帶走了這一切 眼前的空氣也突然凝結 最後的了解 是什麼讓我哽咽 在你告別的雨夜 我也時常記得 那是一個無人的街 記憶忽然像潮水般將我泯滅 我該如何堅守這一份堅決 如果能再見 如果能再回到從前 再回到你不曾離開的那個瞬間 如果說再留戀 也不能破壞了世界 我該如何度過像你的季節 我該如何走過沒有你的夜 我該怎麼回來了 我該怎麼回來了 佳麟 你都要當新娘子了 還來店裡幹什麼呀 有很多事情需要準備呢 也沒必要二十四小時 黏在一起吧 那該準備也要準備呀 婚紗 婚紗準備好了嗎 還有禮堂 禮堂也要準備的哦 三十二婚呢 但是也不可以馬虎的啊 陸陽說他一定要辦婚禮 可是我還沒有想好 而且爸又不同意 如果再辦這麼大的 我怕爸會更生氣 還是簡單一點的好一點 你這個傻孩子 哪有天下父母不希望 自己的子女幸福呢 你爸爸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再說了陸陽那麼優秀 他一定會慢慢接受的 希望嗎 世美姐 好 世美姐 你看 有人送你花耶 給我的啊 是啊 好棒啊 還有卡片嗎 萬世美小姐 願你青春永住 你不需要去忙嗎 我去忙了 你永遠的影翼X 天啊天啊 我心裡幾十年 你還有記得我的影迷耶 你確實真的飽到未老啊 不過不對呀 我壓根就沒有紅過 怎麼可能有影迷呢 X是誰呀 該不會是什麼變態吧 你明明是靜神出谷 這才時隔三個月 你哪兒來的錢開店 你別怪媽 是我求他給我的 而且那些錢本來我就有資格拿 現在我給你兩條路 要麼把錢還給我 要麼帶著錢離開這兒 不要再回來了 火焰雜菜寶是您的雜菜寶 加上我的火焰醬汁 所以算不上誰的獨家 這一次 我想用真正屬於我的菜 跟您較量一下 單炒飯嗎 好啊 你這是正式要挑戰我嗎 對 如果我贏了 您就答應我 不再因為這件事情 為難嗎 還有 我是不會離開這裡的 好啊 宋喬植拜託我們 給他預留一個位置 千頂另外嘱咐 一定要在宋憶萱旁邊 你再說一遍 是誰 誰預留了這個空位置 宋 宋喬植 你說誰 你再說一遍 好啊 我 嗯 你 你說 你 我 你 你 你 是不是得了重病 妈 你知道这个家 在我记忆中 是什么样子吗 屋子又黑又大 连一个人都没有 你老是不在家 王母骂我 打我 我好不容易等你回家 你老是不在家 我好不容易等你回家 你老是不在家 你却直接进房间 连问都不问我一声 在我脑海里 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小可雨 你不能丢下我 不要我 我跟他们骗了我 妈 我求你了 就算我求你也好不好 你居然为了那么一个女人 来给我下跪 那你为什么一直笑呢 你知道吗 老话说呀 如果一个人突然改变 就说明呢 他要离开 我明白吗 你不想把人交通 你不是不想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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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不是不想要 昨天晚上真的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不知道你爸爸會那麼說 無所謂啊 反正他怎麼說 也影響不了我的決定 你們 什麼時候結婚 反正越快越好 佳麟 宋喬執 我現在是陸陽的未婚妻 除非在公眾場合 要不然我不想跟你有任何接觸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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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 如果你的态度 还这么强硬的话 我只能走法律程序了 大嫂 话不能这么说 大哥已经够让着你的了 是美 这么多年我待你不薄吧 你说这番话的时候 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 考虑一下 我 我这叫小美什么事啊 在你的眼里 嘉玲 嘉妮 还有晴天 都不是你的血脉 你眼里 只有这个长不大的妹妹 还有那个败家的儿子 我跟你说 一毛钱 你也别想从我这儿拿走 咱们走着看 咱们走着看 妈 咱们看 咱们走着看 咱们走着看 温元 咱们走着看 咱们走着看 我 一下 对不起 你 妈你怎么了 妈你怎么了 妈 妈 佳芷 佳芷 你怎么这么恨心 你为什么要丢下妈妈 已经越远走 为什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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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 为什么 我没事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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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我 我 欸 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我已经决定了 我这样自私的举动 只会让大家都更难过 我不希望这样 好的 我走了 为什么自制 出现一个陆阳 就打退堂鼓了吗 我离开的话对大家都好 说得好听 我看你就是没出息 对不起 爸 辜负了您的信任 别看了别看了 走走走 干活去吧 干活去 乔迟 乔迟哥 你 乔迟哥 你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走 是啊 自从你来了之后 餐厅的音额好了很多呀 大家要说对不对 对啊 对啊 谢谢你们对我的肯定 这是 我十几年来做过最开心的工作 你们也是我遇到最可爱的同事 那就别走了吧 对啊 对啊 别走了 走下来吧 别走了吧 下回了 下什么样子 谁谁 那你多保重 把你又走 来了来了来了 就别想那么多了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跟伯父谈的 好 一会儿好了去找你 就这样吧 我都跟你说了不要这么逞能了吗 来来来来 坐这边 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呢 你是怕佳麟动摇吧 毕竟我们做个十多年夫妻 你跟我竞争 未必能赢啊 如果你真的想竞争 你把你的病治好 你光明正大地跟我较量啊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知道我不管做不做手术 都会死的 好 哥们儿 认识这个女人吗 没见过 不对呀 我明明听说 他就住这附近呢 行吧 谢了啊 嗨 老大 师父 这 这女人谁啊 我老婆 你老婆 是啊 这个女人敢卷着我的钱跑路 也不知道是跟哪个野男人 勾搭上了 这要是让我发现了 怎么了你 没事 我就是最近身子有点瘦 行吧 谢了啊 好 本事成 令色鬼脾气火爆 好 弱点 她的 万家乐 单纯好控制 我想去土树产 找一些不一样的食材 你就算用一般的食材 光凭味道你也可以取胜啊 万事成是最强对手 我现在还没有食材把我能够赢她 嗯 我会尽快回去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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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 你在跑啊 你在跑啊 你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跟你已经没关系了 我们早就结束了 结束了 我告诉你 姐没结束我 我说了算 你们还在见面啊 不是 大姐 你听我说 臭丫头 你别跑 疼疼疼疼疼 大姐 大姐 你 你怎么还帮着这个臭丫头啊 她不是抢了你老公吗 比起抢别人老公的女人 我更讨厌打女人的男人 你三年前不是因为经常打周琳娜 被关起来了吗 你怎么 还会来找她啊 我们又在一块儿了 什么 我从老里出来 就一直四处打工赚钱 就想跟周琳娜好好过日子 结果这臭丫头 连续吐了好几天 留着张纸条 说自己得了癌症 卿天姐 你知道我担心成什么样了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她 后来才知道 她根本就不是得了癌症 是怀了我的孩子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大姐 再说一遍 你 怀了谁的孩子 你前夫当成亲儿子的孩子 是我的孩子 周琳娜她是带着我的孩子跑了 这位小姐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应该是你产检的日子 还真是 我都忘了 快去吧 小宝宝都等极了 那这份策划 我就回家做喽 那这份策划啊 我就回家做喽 好 路上相信 走吧 去到门口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啊 我们知道 你讨厌李总 那它现在这个方式的 是不是 怎么了 我看起来 看起来 和我直播了 我手牌 你还还要求她 那是小孩子的 不,我旦看起来 你这是一样的 记住就像这样的 吴槽 而是 那我怎么认识的 你怎么看起来 你怎么看起来 爸爸妈妈的声音了 所以你们要 多跟他说说话 周准爸爸 今天是你和宝宝 第一次见面 不打个招呼吗 这庄外面的天空 突然从蓝色变成灰色 喂 你干吗这样 为什么没让你负责 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什么呀 宝宝他叫我爸爸 怎 怎么可能啊 他跟我说 爸爸 你怎么才来呀 还有远程银路的风铃 天宁 想吃什么 不对 是孩子想吃什么 必须有营养 有健康的 对对对 咱起个小鸣吧好不好 我想想我去去去去去 丁丁 不要 丁丁 宝宝 不行不行不行 太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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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民 你不害怕当爸爸了 之前一直害怕 你不遗憾 甚至想过 这辈子不要孩子 你不忘了 我也会记得 但如果孩子他妈是你的话 我一百个原因 你不害怕 我们唱的就是爱情啊 有没有人 值得你有真心 还真情 当我们遇见一个人 她有双头 李子民 从今天开始 我们试着谈恋爱吧 不是因为孩子 如果哪一天 我们互相不喜欢呢 我们就分手 你不后悔 我万嘉宁的字典里 有后悔吗 有一首歌 我们唱的就是爱情啊 有没有人 记得你用真心花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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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到宝宝了 当我们遇见一个人 他有双透明的眼睛 像远处的灯塔 指引我汽车 你干什么呀你 这是什么破东西 我解释一下 我最近情绪一直不太好 所以去了一趟医院 医生说是抑郁症 抑郁症 我给你们家生了个儿子 可是你们家人 一直对我冷言冷语的 就连你都要推迟婚礼 我不生病才怪呢 医生说 要多做一些放松心情的事情 才会有好转 所以我才 我第一次听说 这玩意还能制定的 这个本子怎么回事 上面怎么记着 我们家里人的详细资料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还用说吗 为了能跟你好好在一起 想讨好他们呀 你讨好就讨好呗 跟爸爸名下资产 都写在上面 你以后就是一家之主了 作为你的闲内主 我当然也要帮你 管理整个家呀 你真是不知道 我有多用心 真太过分了 你说的是真的 好 好了 好了 我 我误会你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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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错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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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早跟我说 我就不会错怪你了 我错了 晴天 妈 他们都说有事 我就带孩子出来 晒晒太阳 晒晒太阳好 对孩子谷歌发育很好 是 是啊 接个电话 喂 他根本就不是得了癌症 是怀了我的孩子 再说一遍 怀了谁的孩子 你前夫 当成亲儿子的孩子 是我的孩子 周丽娜她是带着 我的孩子跑了 妈 我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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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出去再吃 晴天 妈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有 有吗 可能昨晚没休息好 妈 那我先忙休息会儿啊 好 喂 夏琳啊 我已经到了 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场地我们改天再看吧 怎么了 我发现啊 有一家艺术电影院 正好在播爱情故事 你不是喜欢看老电影吗 一起去看吧 真的吗 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啊 只是因为太老了 很少有地方会放 我记得上一次还是五年前呢 那我等你答应了 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你等着吗 没什么东西 有神秘吗 我都没想到 哪有神秘的 我干扰一下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你们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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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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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了 电影快开演了 赶紧走吧 什么电影啊 爱情故事啊 我从小最喜欢的电影啊 咱们不是说好 一起看的吗 你忘记今天 什么日子了吗 什么日子啊 今天公司高层聚餐 晚上六点半 你只剩五分钟 可以换衣服了 但是那个电影 我两个星期前 就跟你说过 你答应了的 那是我不知道有聚餐啊 这件事对我来说 比看电影要重要 应该电影重演更重要吧 你只剩三分钟喽 你担长说你 不错吗 你也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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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错了 我这不是来的 你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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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的脾气我了解 乔治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宋总他 得的是多型性母细胞胶脂瘤 万七 没关系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国内治不了 我就带他去国外治 哪怕就是有一线希望 我都不会放弃的 但是宋总本人现在已经放弃了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想活下去的意志 他没有意志 那就用我的意志 来代替他治疗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碰巧 路过 你会自己一个人看电影 我只是想知道 一个人看电影有多孤单 从前我好像总是让你孤单 我先走了 佳玲 我从餐厅辞职了 接下来 因为我们见面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少 这样的生活本来就不属于你 但是这样的生活让我很幸福啊 没想到吧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这段时间 我看见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过的东西 天空 风 热闹的餐厅 充满饭菜香味的空气 还有善良温暖的人 为什么现在才发现呢 真的很蠢是吧 但你知道在餐厅工作的每分每秒都很宝贵 第一次 让我想要更努力地生活 想要对每一个见到的人微笑 想要珍惜从前没有珍惜的一切 你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全部都对不起 一直抛下你让你孤单 曾经说好给你幸福 但却没给你 现在终于 终于开始知道该怎么去爱你 已经晚了 嘉玲 一次 就一次 让我再抱一次 今天之后 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呢 你只是怕嘉玲动摇吧 你只是怕嘉玲动摇吧 毕竟 我们做过十多年夫妻 你跟我竞争 未必能赢 如果你真的想竞争 你把你的病治好 你光明正大地跟我较量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知道我不管做不做手术 都会死的 都会死的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找他 如果你真想死的话 你就去一个谁都不知道你的地方去死吗 但是如果你想赎罪的话 你马上就给我住院好吗 我承认我这么做事有点自私 所以我要走了 你还想去哪儿 如你所说的一个地方 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 比起我全身插满管子的苟延残船 我宁肯有尊严的死去 我宁肯有尊严的死去 不过我走之前 我还有个最后的心愿 希望你不会拒绝我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值得你用真心换真情 当我们遇见一个人 他有双透明的眼睛 像远处的灯塔 指引我几尘 他们会这么做的事情 还有你 想去哪儿 可以也zes我们 有总结 слишком